哎呀 别不 那你给我500块钱 我同事上下都没有灯 我哪来的500块钱 那微信存账也行 我去年就把你删了 现在加上也不晚 你瞧不瞧手机没电了 那满格的 虚电 哎呀 百年不遇的大暴雨啊 这个雨一会儿哗哗的下 一会儿啦啦的下 一会儿哗哗啦啦的下 现在没了 你真不知道哪片云才有雨 小姨婆 小姨婆 爷爷 咋了这是 哎呀 别哭 别说了 我说吧 那个是这么回事小姨婆 这王老仙找了份工作送外外吗 结果她用这个车把人小汽车给撞了 人家汽车没事吧 没事 咋都问车呢 没人问我呢 你不在车呢吗 不是 最主要的是他们那个领导要罚到500块钱 小姨婆爷爷 我浑身上下呀 就33块钱 你能借我表吗 你看看人家 你看看人家 有人借你就不错了 喂 对 刚才电话响了吗 没有吧 我震动 对 对 好 小姨婆 别说话 你妈在家吗 在家 哎哎 二公子别走 二公子别走 小姨婆 你别走 小姨婆你别走 你拉我干啥呀 你拉我 你起来 小姨婆 你赶紧帮我劝劝她 她老追过我屁股后面是管我借钱 老酷气的 行 我劝劝她 我劝人最厉害的 对对对 你绝 你听小姨婆劝劝你 小倩儿啊 好 没事啊 没事 走吧 完了 哎 好了 没好 那你让我干啥呀 哎呀 别过 过去 哎呀 行行行陪你落会儿吧 能落出五百块钱的不 一天到晚钱钱钱 钱能当饭吃啊 钱 是吧 失去了 咱们再挣 对吧 钱 不能代表一切吧 我们老板 要像你这么想就好了 别说你们老板了 你多想一想一些美好的事情 对不对 除了钱 还有美好的事吗 从现在开始不许提钱 好不好 哦 不提了 我就33块钱 不提了 33也别提 不提 说你呀 不行了 我呀 得给他放点音乐 对 咱们呀 一边聊天 一边听音乐好不好 这点好 啥33块33块 有啥意思 你们不让提吗 你咋提呢呀 我不是故意的 巧合嘛 巧合 没事 咱们再找一首啊 不许提钱了啊 都不提啊 不提不提 有了 我赚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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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提 还提 不听音乐了 行不行 对 不听了 不提了 哎呀 落点什么呢 哎 她是不是喜欢咱家小米粒 对啊 那我找点爱听歌曲不就完了吗 找去 对 小圈 听点爱情歌曲 然后 你自然而然 就能说出 藏在内心当中很久的三个字 给点钱 用说啥话 告诉你别说钱 别说钱的 你烦人表白 表白懂不懂 来 好想认识你 从上辈子起 多好啊 上辈子就认识你 每天晚上 有我陪着你 每天晚上都陪着你 爱你在心里 我从未提起 含蓄 在此刻 我要告诉你 来了啊 表白了啊 没有钱 你会爱我吗 简单的 哎呀 别哭了 别哭了 行了 我跟你说件重大的事吧 啊 就在我来之前 刚刚我们经理罚了我三千块钱 啊 啊 你们看出来了吗 没有 我跟你们这儿谈笑风筝 钱有啥用 钱丢了 咱们再去挣 对不对 如果发生在你身上 三千块钱 是不是又上雕了 小姨父爷爷 我跟你说 你听我讲完道理 啊 是吧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它总是出其不易 嗯 你失去了钱 说不定从另外一个地方又得到了 对不对 小姨父爷爷 啊 你说的有点道理 我好好想想啊 想想 想想吧 真够三千吧 没有 我骗她的 那你太厉害了 有一位爷爷 我想明白了 钱乃身外事故 没来再赚 太对了 我来电话了 翘儿啊 你想通了就好 哎 经理啊 嗯 是 对 我今天去办事开着咱们公司的车 嗯 哎呀你不知道 那公司里面的车位都挺满了 我就停在咱们公司门口了 什么 断了 屁股上撞了一个大坑 漆都掉了 不是 我不是故意的 骗啥罚我三千的 不是 哎呀我说 小姨父爷爷 哎呀 你们公司不罚了你三千吗 你不说没事吗 命运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麻烦菜是不是 哎呀 人家小姨父刚才说罚三千 那是被为了劝你 是吧小姨父 现在梦想成真了 哈哈哈哈 真咋了 哎 小姨父爷爷 你别哭 嗯 咱们聊聊天 聊聊天啊 对对对 给点音乐给点音乐 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好点吗 小姨父爷爷 你听我说啊 生活呀 有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 才最有益 钱乃身外之物 对不对 生带不来 走带不走得玩呀 哈哈 我现在生不如走 哈哈哈哈 你刚才就是这么劝我的呀 对呀 是 小倩儿啊 二妹儿啊 你把那玩给我停了 哎 哈哈哈哈 我自从到了这个公司以后 前年罚了我八千 去年罚了我五千 这刚才又罚了我三千 哎 小姨父爷爷 你进步了呀 什么年在递减呢 明年你顶多罚两千 哈哈 我怎么能整起你 哎哎哎哎哎 小姨父小姨父 你先别别激动也别上火 我想啊 你出事那个地方 他肯定会有摄像头啊 对不对 肯定能找着肇事者 对呀 二姑二姑二姑 你可拉倒吧 雨下那么大 能看清楚吗 现在有的人 你又不知道 撞了就跑 抓着都不承认 像我呢啊 撞了车 敢不敢当 敢承认 走啊 走啊 你再从头跟我说一遍 你在哪儿撞那车呀 阳光路路口 小姨父 那不是你们公司楼下吗 车什么颜色 尾号5678 破案了 往哪跑往哪跑 你就是肇事者 不是 咱好好说行不行 对对对 等会儿 等会儿 这个小姨父别激动啊 你看这肇事者都已经抓着了 是吧 咱坐下聊一聊 是公链呢 还是私链 好 好了 你过去过去 别激动 公链私链是不是 对对对 要是公链的话 你陪着我到我们公司 你去交上那三千块钱 私了呢 私了 我陪着你到我们公司 你去交上那三千块钱 那不一样嘛 你反正得交三千块钱 我上哪点三千块钱去啊 我那五百块钱 还不知道上哪点 你听得 小姨父爷爷 要不震得吧 我车里边啊 有套煎饼果子 你吃咱俩两顶行不 你别跟我说没用的 你把我签注意点你的态度行不行 什么煎饼果子呀 我真没钱呢 我跟你说这事就怪你 你知道不 你说你挺大的小伙子 骑车毛毛笼笼的 你就往上骑车 后皮又后皮又要躲 谁毛毛笼笼的了啊 我都老稳定了 雨下那么大 视线就不好 那路口啊 我都走八百来回了 那不让停车 今天可都好 停个车 还黑散的 那不没停吗 小姨父爷爷 那车是你停的不 我停的怎么了 你伪装了 谁伪装了 我这有证据 交警给你贴的罚单 我是从你车上撕下来的 我想回头联系车走 刚才忙活忙活给忘了 小姨父爷爷 你伪装了 你全责 你还得陪我这种车呢 你 你让我看看 什么玩意儿 你看 什么伪装 小姨父 你真你可过分了 我饿了 你饿了 你不能吃我 你饿了 不是 你让我看一眼 我没看清 什么玩意儿 我看看 小姨父 你饿了 你饿了那玩意儿吃完不消化 来吧 那都是故事的 做出唠唠吧 做出唠唠 唠唠行 唠唠吧 那边 这边是被告啊 对 你别挤动啊 说吧 我真 咋赔 我真不是故意的 我也不是故意的 瞅你刚才的出租 你看 我吧 本来公司要罚我三千 我在陪你车五百 交警还罚几百 你说加起来 我四千块钱上哪找去 你还上哪找 上哪找 我不管 你帮我劝劝他 我接个电话 你俩这事儿闹的 哎 喂 啊 经理啊 挪什么车呀 交警都贴罚单了 回去我去处理吧 他门 他门 啊 啊 不要了 钱不要了 他不要了 他不要了 快坐下 都坐下 我从头给你们说 快点打 知道吗 今天不是发大水吗 啊 大水 把我们公司 门口的井盖给冲跑了 啊 那个井就裸露在外 咕嘟咕嘟的 我 瞎么糊痴的 把车停到井上了 现在 人家这个 环卫工人要去通井 让我挪车 这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 因为我的车 在井上 多少人 没掉下去 我救了多少人的命 哎 我的天哪小姨夫 那你这不是做了一件好事吗 我们经理说了 三千不罚我 还奖励给我三千呢 小恰 你那三千我不要了 你那五百我 我给你 哎呦 我到公司去领奖金 小姨爷爷 我的钱我也不要了 啊 为什么呀 你良心发现了 不是 你看是这回事不啊 你要不瞎么糊痴的 把那车停了井盖上 我是不是调理了 小姨夫 他瞎么糊痴这件有可能啊 你瞎么糊痴你救了我一条命啊 哎呦 小姨爷爷 快起来快起来 哎呦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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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千啊 你能跟小姨夫爷爷说这番话 我很欣慰 所以说我要发表一下感想 生活有时不易 但是总是出其不易 你们俩瞪着无知的大眼睛 瞅着我有什么意义 我去取钱了 走反了 没拍上 二姑 我小姨夫爷爷说的真对 生活有时不易 但总会出其不易 保持良好的心态才最有益 对 哎 倩儿你干啥去 把车修好 工作去 加油 哎 哪有钱呢 我要把你微信加回来给你 给你赚点钱呢 好